由经济部指导贸易局主办 外贸协会执行的品牌台湾发展计划 100年12月26号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南静门 设立台湾精品国内厂社馆 目前展出有86家厂商 142件产品 以及部分国际设计奖项得奖作品 我们在大陆的世界各地 台湾名品博览会 每个博览会我们都设计一个台湾精品馆 馆中另外有馆 这个台湾精品馆一设立就变成 整个名品博览会的亮点 到今年明国100年 我们除了在大陆之外 我们在欧洲 在美国 在越南 在印度 都广设台湾精品馆 今年大概有25个台湾精品馆 台湾精品馆已经变成台湾名品展 现在已经是个招牌 我们在台北市设台湾精品馆 这主要还是吴敦云屋院长 他看到是吧 说精品馆在全世界都很受到欢迎 为什么不在 我们台湾也是一个常设的精品馆呢 我们展示了142件台湾的精品 这都是今年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精品馆的精品 那除了124件之外 我们又把它 IF IF号称国际设计的奥斯卡的得奖作品 把这个RedDot得奖作品 把美国IDEA的得奖作品 把日本的Good Design的得奖作品 也列出来展示 另外还有我们琉璃工房 我们杨慧山 贤康力量 他们的作品也列到里面展示 我想我们台湾今年的 国民所得平均所得要达到2万美金 台湾已经正式的进入所谓 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的这个模式 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 我们经济部今年所设定的施政的主轴 也是创新经济 乐活台湾 也就是除了经济发展之外 怎么样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更有文化水准 让我们的人民更有信心 这个是我们整体施政的一个目标 北美馆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艺术美学的象征 那我们可以建立这么一个台湾精品馆 作为我们科技美学的一个象征 所以有这么多的文化艺术的场馆 今天让台北非常的有创意 把所有的创意凝聚起来 使我们整个城市的建设 整个城市的美学 甚至在各项市政建设的推动上 都是涵盖了很多的创意的 台湾精品选拔已经迈入第二十届 累计已经选出六千多件优质产品 在经济部 国际贸易局 及外贸协会等单位的推动及宣传之下 以成功地带领台湾企业 走出台湾 迈向世界 台湾精品馆不收门票 也将陆续更换产品 欢迎民众及国际友人 一同前往参观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